身為台中人 空氣污染對我們也是家常便飯的事 但是我家還有更多的其他污染源 家裡有神明體每一面都會小講拜拜 另外養了兩隻寵物 一隻貓 一隻狗 因為外婆她抽菸抽了60年 她都是坐在客廳抽菸 就等於其實幾乎每天都是在吸她的二手煙 這些燃燒行為其實對室內空氣品質的影響其實都蠻大的 如果說以實際點一根煙 那我們去測量說她對室內空氣品質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濃度又會再爬升到五十幾萬顆的一個情況 開啟這個清淨機之後 而且在同樣的一個通風的狀況 那樹脂上大概就是可以降低 降低到差不多可以到十萬以內 要一個煙影很大的老人突然間間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空氣經濟在這麼短時間就可以把樹脂降到這麼低 如果是長時間使用它的話 相信它可以改善家裡的空氣品質 沒有最健康只會更健康 快上來加入好友 Top 1 Health 2 2 2 3 3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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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